1937年 农历丁丑年 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 这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 在欧洲 柏林 罗马轴心刚刚形成 德国和意大利签署的同盟协议 让英法等国的危机感又增加了一份 而在地球的另一头 对中国觊觎已久的日本也蠢蠢欲动 当时东北三省和冀东二十二个县 已经被日军占领 华北局势微如雷软 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心中 都有这样的预感 中日之间必有一战 只不过没有人知道 这一战将何时到来 赵大年今年八十四岁 他是著名的作家 编剧 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北京 1937年 赵大年只有六岁 那一年刚过腊月二十 他就和往常一样 跟着家人从北平 前往河北无极县的姥姥家 准备过年 我有两个舅 大舅是军人 是保定讲武堂出身的陆军少将 二舅呢 做买卖 买卖人 而且他还是这个王世珍的女婿 王世珍是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 这说二舅 我还有几个姨 这一家子啊 特重视这个过年 就在一家人忙着贴春联的时候 赵大年隐隐地感觉到 过年的喜庆和战前的紧张 两种气氛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别样的名味 一本粮仓 贴的是五谷丰登 连牲口卷都贴 六婿兴旺 后花园 也是菜园子 这我还记得 又是一年春草绿 依然十里杏花红 唐屋 中唐有一个横幅 这是我大舅写的 他不是少将吗 他写的是还我河山大字 二十二岁的伊斯雷尔埃帕斯坦 是京津泰晤士报的记者 一九三七年初 埃帕斯坦经常往返于 北平天津两地 与他的同行兼前辈 艾德加斯诺见面 都是慕名爱税的 就作为一个小剧姐 去拜访斯诺去 但他觉得斯诺挺平易近人的 没有把教授打架子 他们交谈得很好 以后他星期天 或者什么没事的时候 或者到北京采访的时候 他都去看斯诺去 在刚刚过去的一九三六年 斯诺在陕根宁边区 进行了一次细致而详尽的考察 作为第一个 深入苏区采访的西方记者 他正在写作一本名为 《西行漫迹》的报告文学 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 在斯诺的影响下 年轻的爱博斯坦 对共产党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37年是佟一飞永生难忘的一年 那一年的年初 他的父亲 时任国民革命军29军副军长的 佟林阁率军 驻扎在北平南苑 准备抵御日本 随时可能到来的进攻 每到周末 佟一飞妇女之间 就有了一段难得的相聚时光 我们最高兴的就是礼拜六 他回来了 一听汽车响 一响 喇叭声一响 我们马上就跑出去了 这几个孩子 我觉得那时候 他也是最高兴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接他 他一回来 马上拉着我们 就到屋里去了 给他拿鞋啊 换鞋啊 我还记得给他截绑腿 然而从1937年六月起 北平的局势越发紧张 驻守封台的日军 不断寻衅滋事 挑起争端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佟林阁将军开始不再回家 虽然我们每礼拜六都盼望他 但他没回来 在家里他不说这事情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只是根据那种紧张空气 还有炮声 听到枪声炮声 还有日本人那种挑衅 天上的飞机 看到日本旗子飞机上 看着这样 我们知道行事紧张 1937年7月7日 这是一个注定将被历史铭记的日子 在这一天的晚上 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 要求进入晚平城进行搜查 遭到拒绝后 日军便对晚平城发起了炮轰 二十九军将士随即展开反击 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 1937年7月28日早六时 日军向南院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佟林河率领驻守官兵 以及一千五百余名大学生军训班学员 共计五千余人 与数万异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自这天清晨起 从南院方向传来的紧密枪炮声 和在上空呼啸而过的日本战机 让身在北平城内的佟一飞 心惊胆战万分交集 当天傍晚他终于等来的 却是父亲牺牲的消息 那先是我父亲已经腿无重伤了 他就没办法离开这个部队 他只有带着伤甚至裹伤 然后就跟敌人继续战斗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炮弹下来以后 集中了头部 就在大湖门附近巡逃 他们就马上送信来了 就他那个副官跟他一起的 叫高鸿西 是个山东人 高鸿西就把他的表 他身上的东西都是一个怀表 把怀表拿着都进城了 他到我们家了 就见到我母亲了 我母亲看到我 立刻就到了 1937年7月29日 佟林阁牺牲的第二天 北平沦陷 当年徐露西还是一个孩子 回忆起那天的场景 他依然心有余悸 1937年我才九岁 九岁以前我们就是非常开心的 整天在家的时候 下学以后回家就是玩 骑小自行车啊 跳房子啊 跳绳啊 真正的教育过我们来的话 受到最深刻的教育 是日本鬼子进北平 北平沦陷 第二天早上一打开 大门好家伙满街都是日本兵啊 上着刺刀啊 凶得不得了啊 到处去抓人啊什么的 徐露西的父亲许德恒 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 也是抗日的积极分子 由于北平的沦陷 他不得不化妆成商人 从前门火车站上车 前往天津避难 他走的时候 立刻就告诉我妈妈说 第二天我妈妈带着我弟弟和我 我弟弟八岁 我九岁 全家东西都原样什么东西 隔什么地方都还照样 就走走了 从带着我们俩到前门火车站 上了火车 一会上来一波鬼子兵 到处每个车厢看抓人 看到日本鬼子那个凶啊 那个杀人啊 因为当时夏天很热呀 被杀人的那尸体很臭 那个味啊 从北平到天津那条路上 就那一天 立刻就明白了 什么叫王国奴的味道 与此同时 埃德加斯诺也从北平赶到天津 找到了埃伯斯坦 他带来了邓颖超 王时英等几位 当时身处北平的进步人士 希望埃伯斯坦带着他们离开 当时邓大姐邓颖超 就在西山遛阳 就打抢第一场以后呢 邓颖超他当然要离开北京了 不能待在这了 就让他通过失诺 从北京到天津去找埃培 让埃培帮助他们离开 因为他父亲是搞生意的 那这个往来啊 跟一个交通运输方面的 当然都有关系 他就利用这个关系 去给邓大姐和江小梅 王时英他们几个人买了船票 埃伯斯坦等人原计划 经由海陆向上海转移 但在船上他们听到了一则 令人震惊的消息 8月13日 驻上海的日军 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 松户会战爆发 松户会战 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 也是整个中日战争期间进行的规模最大 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由于当时的日军武器装备 占据着绝对优势 并且几乎完全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 中国军队的损失远远超出了力量 但是通过这场战役 中国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 也向全世界宣告了 中国将抗争到底永不妥协的决心 1937年11月 日军从中国东部沿海登陆 长洲这个苏南小城面临着战火的喜结 一天13岁的焦润坤和往常一样 提着篮子在长洲火车站附近叫卖豆腐 突然凄厉的防空警报响了 突然之间这个飞机的声音就来了 这个飞机声音来的时候 还没有这个老百姓好像还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感觉到这个飞机声 好像有的人还想看看飞机的喇喊 结果就是狂轰烂炸开始 这个飞机呼呼呼呼 它在服从以后飞上去的时候 呼呼上去的时候这个炸弹就下来了 结果爆炸声的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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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炸就不得了了 那个老百姓就就哗哗 到处都弹了 就哗哗哗哗哗 到处哗哗哗哗哗 一切的狂轰烂炸 连续的几家飞机都没炸 炸了这个差不多有半个小时吧 这半个钟头令焦润坤永生难忘 甚至若干年以后 他的梦中还经常会出现爆炸后 那可怕的一幕 飞机走啊 这个时候老百姓到处就跑啊 到处都跑了 我也不顾不得自己了 什么买什么 那个时候不是说想买什么东西了 踢这个篮子就跑了 跑出来这个好几套街上的这个 都是史上的我们的老乡啊 这个残传到现在我心里头都记得很清楚 1937年11月12日 历时三个月的松户会战结束 上海 这座远东最大的都市宣告淪陷 至此中国东部沿海一带已无险可守 日军自东向西的攻势似乎无法阻止了 1937年11月16日 毛以生在杭州的家中 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突然呢南京派来的一位这个丁教官 他呢非常着急对父亲讲 钱塘江大桥呢要马上要炸掉 这个那个炸药和导火线呢 已经在外面的这个卡车上了 就父亲他们听了以后呢非常之吃惊 丁教官口中的钱塘江大桥 就是由毛以生主持设计并组织修建的 几天前 也就是1937年11月5日 日军从杭州湾北岸登陆 战火逼近杭州 如果日军占领了这座前塘江上的唯一大桥 就会为日军大开快速运兵南下的方便之门 因此只有炸掉大桥 国民政府才能够为战略上的后退 和重新布置防御争取时间 对毛以生来说 这无疑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 但在日本侵略者燃起的战火面前 他别无选择 毛以生告诉丁教官 要彻底摧毁大桥 光炸钢梁还不够 如果不炸掉桥墩 敌人将很容易将大桥修复 并通车使用 大家此时才知道 毛以生在造桥的时候 就已经为炸桥预留了后手 当时日本的侵略者 他已经对中国侵华战争 所以在建设大桥的过程当中 他呢 这个父亲就想到 这个大桥可能会有厄运 所以在他建设当中 他呢就在南边吧 前南岸就萧山这边的 第二个到处第二个桥墩上 他留了一个房洞 当时呢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为什么要留这个房洞 1937年12月 日军攻克武康 杭州危在旦夕 此时过桥的人更多了 铁路运输也紧张起来 12月23日下午1点钟 炸桥的命令终于下档 但由于北岸仍有无数逃难的人涌来 毛一生根本无法执行炸桥任务 一直等到下午5点钟 毛一生已经依稀看到 远处日军骑兵烟尘 才下令大桥禁止通行 随后一声巨响 大桥被炸断 总长1453米 历经925个日日夜夜 耗资160万美元的前塘江大桥 终于在通车的第89天 瘫痪在日军侵略的烽火中 毛玉林回忆 父亲曾经告诉他 在大桥工程进行时 总工程师罗英 曾出过一副上联 前塘江桥五行缺火 因为前塘江桥四个字的偏旁 是金土水木 唯独没有火 上联出了以后 迟迟没有人对出下联 没想到炸桥后 五行不缺了 桥却断了 这才有了后来 毛雨生的那首诗 斗地风云突变色 炸桥灰泪断通途 五行缺火 真来火 不复元桥不丈夫 不丈夫 1937年12月13日 经过13天的抵抗 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被日军攻陷 那几日 南京城的军民如同潮水般向后方窥逃 所有的船通通不要船票了 就是随手唯一的一个功能就是帮助大家上船 装满脑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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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了 那时候我们还小 我小学营严肌 日本飞机跟着难民穿机枪扫射 生活的那个时代 我们听见的 我们看见的 全是抗战的血和泪 所以那个时代的孩子来讲的话 和现在不一样 我怎么说呢 好像想法就有很大的差别 小的时候每个孩子心里想的都赶快长大 打出本性 是这样的 从7月7日的卢东桥事变算起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日军铁梯就踏过了 华北和东部沿海的大片区域 大敌当前 中国却并没有因此屈服 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全面战争的蓄灭里然拉开 四万万人民 将在未来的许多年里 书写下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感恩篇章 日后风荣四面 中华危在旦夕 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四万万同胞齐心携手抗抗 各行各业的人们 用青春和热血 书写下中华民族的历史 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抗战年代的故事 下期见 7分钟 4分钟 9分钟 4分钟 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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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钟